就是我们总喜欢把一个事想的特别的严重 我们总觉得万一怎么怎么样 那怎么办 你看我最近就我从大学里面辞职了 然后我觉得实在是在大学里上学没什么劲 上班没什么劲 我就把大学那个工作辞掉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教育理念跟我不太一样 我就辞掉了 辞掉了以后 我爸妈就特别担忧 我爸妈就说说你这个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对吧你就辞掉了 你将来万一你老了你需要钱怎么办 我说老了需要钱 一个月六千块也不够啊 对吗 他就养活不了我 那个事没有那么严重 我爸说不行 你老了你还是得有个人每个月给你发点钱 这才管用 对吧 你看他们的想法就是 万一你倒霉到了那个份上 你连这六千块你都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办 对吧 所以人们因为这种过度的担忧会导致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待在一个体制内永远都不出来 然后一个月挣两三千三四千 然后也干得不愉快 还天天跟人勾心斗角 但他就是要留在这 因为他觉得万一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还有人觉得万一我要是生了病怎么办 万一这个雾霾呼下去 我就得了肺癌怎么办 对吧 所以太多的对于这种万一的担心会导致我们神经紧张兮兮的 一天到晚都会觉得这个事会发生 那个事会发生 所以有一个实验特别有意思 这个实验我觉得你们回头都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就是每天写一个你近期最担心的事 每天写一个最担心的事 然后团成一个纸团 扔在一个碗里边 然后第二天又想起一个事 特别担心团成一个纸条 然后每天坚持写 写俩礼拜 俩礼拜写完了以后呢 那个碗里边应该积攒了很多的这个纸条了 对吧 然后再过上一段时间 因为你担心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然后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一个一个看 看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写在那个碗里边的那些东西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至少 压根就没有发生过 压根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赶飞机 然后觉得特别紧张的人 对吧 赶飞机特别紧张 那真是一个刺激的运动 对吧 就是也有很多人最后真的赶上了 但是在之前也把自己吓得够呛 对吧 那我就问你一句 把自己吓得够呛这件事 对于赶上这个飞机有没有用 对吗 你会说 我知道这没用 知道这没用 但是为什么你要那么紧张 那么害怕 对吧 因为你担心万一赶不上 怎么办 OK 所以当你能够把这个思维模式减少的话 你就淡定了很多